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一课 那就是Lesson 11 Not Guilty 无罪 这个是对话比较多的这一篇课文 那么首先呢 像平时一样 咱们还是先来朗读一下 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首先请大家打开书 到第五十四页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54 好 跟老师先把生词和短语大声先读一遍 Now read, ask me Guilty Guilty Tolerant Tolerant Declare Declare Hardened Hardened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Smuggler Smuggler Officious Officious Confidently Confidently Dreadful Dreadful Pounds 注意不要读pounds 不是on 先发l 再走鼻音 再发s 再来面 Pounds Pounds Sarca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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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pt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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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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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ture Mixture Unsc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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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tril Nostril Chalk Chalk Baggage Baggage 好极了 这是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 这棵书的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有罪的 或者是派生意表示内疚的都可以 有罪的或者内疚的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Guilty 这叫有罪的或者内疚的 这个词呢也是一个重点表达 在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表示 有罪的这个词常见的搭配 请大家把它牢牢记住 表示某人犯了某种罪行 一定在后面要加这词of 牢牢背起来 Be guilty of 后面加这个罪的名字就好了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He is guilty of murder 这个人犯有谋杀罪 Be guilty of murder 直接加murder放在 gits of后面就好了 它的反应词呢 就是无罪的 清白的 没有犯某种罪 大家可能知道 清白的叫innocent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它的搭配呢 它的搭配跟guilty完全一样 也是在后面加一个借词of 我们先读一下中心的这个清白的无罪的 innocent innocent 注意不要读成innocent 好多人读成inner 不对哦 因为没有字母R的话 这个舌尖是不能勾回来的 所以是innocent innocent innocent 跟guilty同时计 后面也是一定要加借词of 背下来就会用了 同样可以说 He is innocent of murder 这个人没有犯有谋杀罪 无罪的 清白的 be innocent of 这是guilty 第一个表示有罪的 相关的一些含义的搭配 还有一些相关词汇 那么同时这个词 也可以表示内疚的 就是心中呢 觉得愧疚 对吧 内疚的也可以用它 那表示内疚的 也有一些常见搭配 可以记一记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 心肝点二侧 可能老师就讲过 这么一组搭配 第一个叫 Have a guilty conscience 第二个叫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能还记得 第一个叫问心有愧 第二个叫问心无愧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心二次 我们讲过一个词 conscious叫人的良心 第一个 有一个内疚的良心 叫问心有愧 第二个 有一颗干净的良心 叫问心无愧 就是这个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这么一个含义 我们把这个 整个搭配读一遍 顺便记住 后面良心这个词 大声那边 Have a guilty conscience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好 这是第二个含义 表示内疚的 可以用它 那么相关的呢 我们可以派生 多几几个词汇 同时我们看 guilty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有罪 表示有罪 是个抽象含义 不可数名词 它的反义词呢 就是清白无罪 也是它的名词 也是不可数名词 这是刚才 两个形词 分别的名词形式 先读第一个 有罪这个名词 大声那边 guilt guilt 好 再读第二个 清白无罪 innocence innocence 就是清白或者无罪 这两个词都是不可数的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句 它说 It now remains for the jury to decide on the defendant's guilt or innocence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要留给这些 jury 咱们第一个讲过 还记得吗 陪审团 让他们去决定 去判断一下 去裁决一下 decide on 是关于什么 做出决定 做出裁决 什么呢 这个defendant defendant顺便可以记住 就是法庭上的被告 被告 我们大声读一下 defendant defendant 被告是防守一方 用防守defend 后面加ant就好了 决定他究竟是有罪 还是清白 诸位guilt跟innocence 这个名词 可以同时来起 这是他的 这个同根的名词形式 这是有罪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中表示 这个人犯了某种罪 这个罪行 这个法律 或者生活中的用语 用什么呢 这个可以当不可数名词 也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表示罪 罪行可以当不可数的 具体犯了某一种罪 也可以当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crime crime 这个词叫罪 罪行 我们看相关的一个例句 一个例子 commit a serious crime 这个人犯了一个严重的罪行 犯了一桩重罪 在这当可数名词来用 我们顺便可以记住 经常跟crime 一块搭配的一个动词 就是做错事 或者做傻事 像犯罪呀 像自杀呀 这种事 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这动词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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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rious crime 这个人犯了一桩严重的罪行 可以用它 这是在法律方面的罪 但是还有一个罪 我们是用在宗教这个场合 指宗教上的罪 或者是道德方面的罪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词 再跟老师大声诺诺详 sin 又出现了短一 对不对 注意中间这个字母 不是发一 不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而是发短音 像我们军训时报数那个 一二三 这个一 所以不要读sin 不对 那是汉语评音 要读sin 这有点不好掌握 它有那些n n 叫n 我同意 sin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sin 但这个不是指法律方面的罪 而是宗教的或道德方面的罪 它不一定会判刑 我们看例子 It's a sin to tell a lie 那么说谎是一个罪行 但是这个罪并不是要判刑那个罪 就是尤为宗教教义 尤为道德准则的这个罪 叫做sin 可以我们这么来说 大家可能看过那部美国电影叫 七宗罪 seven deadly sins 这是指宗教方面的这个罪 什么贪婪 什么好色 什么懒惰 这是指sin 这个宗教道德方面的罪 这是有罪的guilty相关的词汇 希望大家牢牢把老师总结的 把它记住 记下来 这个单词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看一看这个宽容的 容忍的 对别人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 能够宽容容忍 不挑他的刺 不找茬 我们大声度下 tolerant tolerant 叫宽容的 或者是容忍的 这么一个形容词 好 这个词呢 我们同时看看它的英文解释 怎么叫宽容的容忍的 它表示 willing to accept other people's beliefs way of life etc. without criticizing them even if you disagree with them 你看这个英文解释说的特别清晰 就是愿意怎么样 愿意接受他人的信仰 愿意接受他人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 而不会去批评他们 即使你可能并不同意他们 但是我愿意接受 这就叫宽容的容忍的 跟自己不同的观念 自己可以接受的宽容的 这个词我们也需要记住它的搭配 否则的话咱们不会用 那么形容词后面这个借词 跟刚才guilty一样 也得记住借词搭配 叫be tolerant of 或者be tolerant towards 对什么什么宽容的 不挑刺的 可以用它 注意加借词of 或者加tours 咱们背单词的时候 就一定连借词搭配 同时大声读出来 大声读物变 be tolerant of be tolerant towards be tolerant of be tolerant towards 读物变直接就背下来了 否则的话 这单词是死的 沉睡在心中 它没法用起来 看一个简单例子 perhaps you need to be more tolerant of your neighbors 我说你可能啊 应该这个需要啊 对你的邻居更加宽容一些 be more tolerant of your neighbors 对吧 就是你跟邻居闹矛盾 可能不光是邻居问题 你自己可能也是事儿多 有点事儿多 应该对邻居更宽容一些 我们就可以跟邻居融洽相处 好 这是宽容的这么一个词 那么它的一个同根的形容词呢 咱们术后题未来会考的 咱们先看一看 就是这个形容词 也是拼写类似的 我们大家先读一下 Tolerable Tolerable 这个叫可以容忍的还算好的 大家可能知道有个动词 就是tolerate 叫容忍忍受 ABLE表示可以嘛 可以容忍的还算好的 还不错还凑合 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in tolerable health 就身体还算可以 还算不错 在可以容忍能接受的这么一个状态 不是特别壮 但是也不是特别差 he is in tolerable health 身体还算可以 还算不错 这么一个 下面再看看这个例句 the doctors manage to keep the pain at a tolerable level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怎么样呢 这些医生们 manage to do 大家还记不记得 设法做到了某事 设法让这个疼痛 把它保持在一个 可以容忍的这么一个程度 就不会让病人疼得哗哗大叫 基本还疼 但是能够容忍 能够忍受的这么一个程度 keep是保持这个状态 你看这个叫做 再读一下 Tolerable 这可以跟Tolerant 这个宽容的形容词做个变析 但是我们知道 它都来自于一个动词 就是容忍或者是宽容 我们再把这个 咱们曾经见过的动词 做一个复习 在大声度下 Tolerate 老师讲过 at在动词里面 一定发ate这个声音 再来遍 Tolerate 好 这个词叫容忍或者是宽容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41课里面 出现过的句子 就是192页的第14到第15 192页的第14到第15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4-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is beyond me 大家还记得吗 为什么人们 be prepared to do 老师讲过 不要翻译成准备好去做 而翻译成乐意或者愿意 咱们总结过 为什么人们愿意忍受 每天4小时的路程 就为了这种所谓的可疑的 能够住在农村的这种 特殊的好处 privilege 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做 is beyond me 简直我无法理解 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了 是这么一个 容忍忍受 tolerate 极无动词 直接用名词短语做它比喻了 这是它的同根的 这个动词叫做容忍 或者是忍受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我们下面 再看几个跟tolerant 这个宽容的 相关的几个近义词 形容词 也可以表示宽容的 容忍的 有一个书面语 我们可以顺便把它同时记住 搭上那边 forbearing 我们可以看作 tolerant这个形容词的同一词 宽容的容忍的 这个词比tolerant更为正式一些 是一个比较庄严的书面语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vicar praised what he called her kind and forbearing nature 这个vicar 咱们在第二词讲过 就牧师 这个牧师赞扬了 这个他称作这个女孩的 怎么称作女孩呢 把女孩称为 她有这么一个善良的 并且宽容的 这么一个人性 有这么宽容的 这么善良的这么一个人性 这是他因为这个原因 而表扬了这个女人 那么这个nature 又是咱们在第四词讲过 表示人的本性天性 这个女人天性善良 天性困绕 这个跟tolerant 是可以替换的类似 还有一个呢 咱们在以前说过 随和的 不找茬的 非常随和性格好相处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绪 我们在大声读下 easy going easy going 咱们在第三课 讲一个构词法 形容词加doing的时候 大概提过 叫随和的 好相处的 跟它是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看个例子 her easy going nature made her popular 这个女孩子的 非常随和的 这个天性 这个本性呢 使得这个女孩子 非常受欢迎 这个popular 都是流行的 或者是受欢迎的 这是受欢迎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宽容的 tolerant 这个形容词相关的词汇 我们可以跟老师一块 把它学完之后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词 多译的动词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declare declare 好 这个词呢 常见的意思呢 有这么两个 第一个就是本文中的意思 向税务部门 或者是向海关申报 就是要上税的时候 诚实的去申报这个东西 declare 这是个急物动词 同时呢 做急物动词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声明或者宣布 表示这个意思 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 这个本文中出现的是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也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 有人说过一句话 人生中没有任何事情是肯定的 只有两件事情 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一件事是 我们未来都会死掉 这是肯定的 另外一个 我们必须每个人都得纳税 这是肯定的 这两件事是肯定的 你看我们看看这个 declare表示向税务部门 或海关申报的一些例子 请看这句话 You must declare all you have earned in the last year 你必须申报你在去年 所有你赚得的这个收入 因为我们要上税 看你这个挣了多少钱 有没有挥策收入 有没有偷税漏税行为 declare就要向税务局去申报 在海关过海关的时候 很多产品要交关税 所以也要申报 你看在本文中出现这么一个对话 咱们可以把它记住 海关可能会这么问 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不能翻译成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要声称 不用声称 翻译成 你有没有东西要申报 要上税的 电人说 No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不 我没有什么东西 要申报上税的 像税务部门 或者海关申报 叫做declare 是这么个意思 当然这个declare 做动词来用 还可以表示 什么声称 或者宣布 表示这个意思 也特别特别常用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例子 顺便可以把一些常见搭配 我们的一股脑的记住 比方说 I declare you man and wife 这句话可能是牧师 在这个wedding 在婚礼上 可能对男女是什么说的 现在我宣布 你们两个人正式 成为这个眷属了 成为了这个老公和老婆了 这个man 这个并不是男人 不是我宣布你是男人 这个用不着你宣布 我知道我是男的 这个man在古文中 是表示husband 老公 丈夫的意思 我宣布你们两个人 正式成为了夫妻 在法律上 已经成为夫妻了 这么来说 这是宣布 还有呢 我们学固定的用法 比方说 China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1949 中国在1949年怎么样 declare independence 作为固定搭配 independence 咱们的第九课 刚刚讲过 叫独立的 中国在49年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 叫declare independence 可以记住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war on official corruption 这个中国政府 对这个官员腐败现象 发动了战争 发动战争 宣战 向他来宣战 叫declare war on 向某国宣布 对你处于战争状态 但是在生活中 一般咱们都做派生意 就是宣战 我们先记住 W declare war 注意后面 这次讲 如果是中国 向日本宣战 China declared war on Japan 那是正式宣战 但是我们经常 做派生意 你看 中国政府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像什么呢 official 一会儿在课文中 会讲到 这里表示官员的 corruption 叫腐败 向官员腐败现象宣战 像我们习近平总书记 就开展了 针对官员腐败现象的战斗宣战 declare war 注意加解释 顺便把腐败这个词也大声读一下 corruption corruption 官员腐败现象 我们大声读一遍 official corruption official corruption 这个我们用的是declare 这个动词宣布 它的名词形式 也特别常见 就是宣言 或者正式的一种宣言 或宣告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cloration 注意动词读成declare 但名词 第一个 这个字母意 在这翻译 口型略大一点 咱们大声再来一遍 decloration decloration 叫做正式的一个宣言 这个宣布 重大决定或者正式的一个宣言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咱们以前提过的 decloration of independence 叫做独立宣言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是 还有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united nations declo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是联合国 联合国人权宣言 也是用正式的一个宣言 好 我们最后再读一下这个名词 慢慢来注意口型大一些 第一个发 再来一遍 decloration 这个可以跟declare这个词呢 我们同时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是这个重要的动词 我们就看到这里